新中区的祥凤里有民众任意喂食野猫造成里内巷道 环境脏乱恶臭 尤其是晚间还有猫咪乱叫 也吵得住户都无法睡觉 因此里长莱俊良也想出奇招要来饮饮 为民服务的里长怎么当起了抓猫特工队 追问之下导火箭则是最近有民众拿着飼料任意喂食 造成更多的野猫群聚在这个地方 尤其各项弄到处可见猫咪乱便便 以来环境恶臭晚间还会乱叫一通 吵得住户们不得安宁 鸟仔好有够吵 扑得整个这样 晚上很差 经过里民的一个反应 我们向洞宝处借了幼捕龙 要来捕这些野猫 猫是很可爱的动物 我们人人都很喜爱它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爱猫的人士 你可以把它带回去养 而不是任意的在乡弄放飼料 让它来吃 因为猫只要有飼料吃 它就会群聚 就会导致延伸很多的不好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困扰 遭到主人弃养的猫咪 数量惊人约有30只跑不掉 里长说到平均一天至少要捕捉到一只 当下他立刻会通知新北市动保处将猫咪进行安置 希望借此向民众宣导幼并不是在对动物执行扑杀 这才是保护野猫最好的方法 在这里要非常郑重的一个声明 我们用幼捕龙捕猫 是把它补起来 回去节渣 在野放 而不是去扑杀它 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郑重的一个声明 民众你可以把它带回去家里养 不要任意的把它饲养 因为野猫数量繁殖非常快速 捕捉还是不抓它们 身为里长只能够站在多数民意立场考量 毕竟卫生环境摆第一 这者也希望市主们爱他就要好好照顾他 千万不要弃养 其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